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开始关注的 就是很简单 因为之前他母亲跟那个村里面的恶霸发生冲突以后 给打死以后在法院里面没有得到公正的处理 支持他二十多年这个心理的创伤 然后二十多年以后还是去发生了这个 就是用自己去复仇的 用自己的手段凭自己去复仇的这样一个事件 对方是一个村里面 乡里面说是乡长 反正是比较有势力的嘛 那我认为这个案情实际上很清楚嘛 就是把他母亲打死以后后来又没有公正的判 这个公正的这个法律 得到法律公正的维护 所以造成了 那十岁 反正发生的时候他就十岁吧 对 十岁然后那么小孩 然后到最后十几年以后了 对 然后记得这个 然后呢他突然把这个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做这个事 这样的人也不多啊 对 我呢为什么有感触呢 因为我自己 我们自己家里我也有这样一个经历 性质实际上一样的 但是我们不是说被杀 不是说我父亲直接是被他们那个杀死的 而是受伤以后这个赔偿 但是法院也是一个妄法的一个判法 因为对方的这个势力 很明显一个妄法的判法 那么讲究就是你 你是家乡什么地方 这个事情事发地在什么地方 哪年发生的 然后是什么样的事件 我家乡是浙江省东阳市 浙江省东阳 京华地区东阳市 说东阳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因为前些年推翻车 是很大的那个市卫是东阳嘛 你们那还发生过 前些年发生很大的这个警民冲突 前几年是有一个 我们那里有一个叫化七的一个 因为环保的事情 在国际上比较受到关注 那个也是我们东阳 而且我就说一个肯定就是那个无垠案 无垠就是东阳的 对就是那个我们那里 我这个案子实际上时间也是22年 95年我父亲在95年的我们那里城镇改造 就是这个过年这个村镇改造 这个我们家在镇中心那个马路 他就拆了要坐马路 坐马路你知道它是要这个就是路基先做好 然后稳一段时间以后再做路面 那么路基做完以后呢 这个就正好是过春节了 过春节嘛 你知道农村的这些施工场地是没有那么规范的 他们开始的时候有通知 说这个地方要要要这个这个是拆迁 拆迁是坐马路的施工场地 那么大家都不要往这里走 这个通知是有发过 在施工的时候呢也有维护 但是春节呢都放假了 放假了那个路基做坪的时候是可以通行的 因为路基做完了当然是可以通行 你没有维护的话 人家不知道以为是是好了 但是这条大马路将近20米宽的大马路 到头上端步以后 是留了一条这个排水沟 一米就是横着排水沟 一米宽一米深的排水沟 我附近骑着车 过去就不知道就摔下去 没有任何标识是吧 没有任何标识 这个情况实际上是很清楚的一个案情 那么摔伤了以后我们就 我爸爸当时送到医院是批杖切除 批杖切除因为是农历26了 知道他们放假了 我们就跟他们交涉也没有用 他们说过完年以后 过完年以后呢 我妈妈又多次去交涉 这个这个就是说推来推去 这个具体的经过呢 我有发在我的那个推文上面 那个施工方式是责任方式吗 这个是这样的 他的甲方这个是属于因为是村镇改造 甲方是属于城建办 属于政府 施工方呢是一个 当时有个建筑公司了 叫做远大建筑公司 这个建筑公司的董事长 是秦业叫做叶贵方 当时还没有这个这个就是说政府官员 还是可以经商的 好像还没有很明确的说不可以 他的职务是这个人当时非常红 他是我们那个县的能大代表和这个公办主任 反正就是普通人认为的这个这个红人了 非常有势力 当然也是这个企业的总的法能代表 所以我们就从那个二月份 春节以前嘛二月份摔伤到马上的皮站切除 然后就过了有五个月 这个五个月里面我们一直在交涉 他们说会跟你谈的会给你赔的 后来到这个六月份我父亲就突然就去世了 去世的原因是这个直接原因是脑医学 脑医学 那我们后来诉到法院 因为实在没有办法了以后诉到法院 后来一审判决是败诉的 二审判决也是败诉 他的理由就是说因为这个是拆迁的施工场地 我们已经发了通告 发了通告说不能通行 你自己去通行 就是你自己的责任 他的理由就是包括他的判词 我现在都有我们有保留了这个一审二审的判决书 包括我母亲的当时这个事情结束以后 我母亲写了一些经过 全是他自己的这个笔记和口吻 我现在保留了 我都发的已经发在推特上了 这个案情其实很清晰 因为事工过年春节没有维护 维护全部敞开了 那我父亲都不知道走过去 骑车过去摔伤 那应该是他应该赔偿 这个这个就是受伤的责任 那么至于后来我父亲死亡了 因为是五个月出院了 摔伤以后马上就已经当时皮杖切除 那么有个把业就出院了 正常就出院了 出院以后 好几个月以后再去世呢 按照中国的法律呢 我没有办法去举证 说是他是因为这个皮杖切除造成他去世 因为按照中国法律 他是要你要举证这个东西 那没有一个医院会给开这个证明 所以我就这块东西 我就没有办法去主张 但实际上你父亲身体原来是不错的 对啊 我父亲原来是30年了 公领30多年都没有请过假 都没有请过假 做完手术以后他身体有什么变化 做完手术以后 这个当然身体肯定是比较虚弱了 皮杖切除啊 然后还有中央手术 他出院以后 后来就是去教授叫他们赔钱嘛 他也跑了几次 那也不排除心理上面 这个这个比较 这个心情不这么好啊 影响他身体康复 这个就没有办法 就是按照中国法律来说 我没有办法去举证证明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这个如果在美国是 实施手术是什么样啊 但是我想应该不会是这样的 所以说当时我们只是要求了这么一点点 我们只赔了要求主张是一万一万五千块钱 但是医院里就花了五千块钱 那我父亲上战费用就也花了一万多了 就这一点点要求 我们都没有办法得到得到赔偿 开始因为在个五个月的教授过程之中 他们都说我们政府包括政府也好 这个他说我会给你 我们会给你协调 先把路做好 你们你们回去慢慢等 结果拖了五个多月 我父亲突然去世了 再去找他们仍然没有 今天也是二十二年了 准确的时间因为年代久远我记不清楚了 但是这件事情绝对对我们是影响是非常大的 当时你家里人都怎么想这件事 包括你个人 你本人当时是怎么 我本人当时发生了以后 当时我是刚刚工作一年 农历二十六呢 当然我已经已经回家了 回家发生以后呢 我马上我想 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是上过学 刚刚工作的时候 我也具备这个法律意识了 我去借了个照相机拍了那个现场的照片 我认为这个肯定是 司工方有责任的 应该给我们赔偿的 结果也是在我的一再坚持下 这个去走上法院的 当时有很多人说 我们农村人有句话 打死不告状 打死不告状 宁可把这个气瘦了 我也不告状 但是也许我比较年轻嘛 我还是坚持认为要去起诉 我当时拍了现场的一些照片 就跟他们交涉 然后交涉没有结果 给他们拖拖拖拖 拖了五个月 我后面去世以后 那这些就作为正经嘛 那现场照片这些年代久远 都没有了 我们现在留下了 就是法院的这个一个判决书 判决书上也非常清楚嘛 他这个 开始起诉的时候 你最近还在 我们起诉是去世以后才起诉的 因为受伤以后 马上就是过年了 那一年我们在医院里面过的 完了就 我们就一直跟他们交涉 因为当时这个是水稳城 是陆基 是陆基 他们可能怕我们去闹 影响施工 所以一直都 给我们 稳着我们 就是拿话 我们会给你们处理的 就政府的成先办的人 那现在回去想想 就是我们非常气 本来这个钱也不多 确实不多 我们要求也不是说 实施大开口 要你怎么样 医院的费用 应该给我们承担吧 非常合情合理 上诉就是起诉上诉有没有请律师 当然我们有请律师 这方面那个费用 这方面也就也不少费用 也有一千多块钱 那个时候一千多块钱 也不是少数嘛 所以我们最后我们不仅仅 对我们什么损失呢 受伤以后 如果本来这个人摔伤了 他们有责任 那你给我们钱赔了 我们也认自己倒霉了 就算了 慢慢身体调养 就不是说让我们父亲 跑来跑去心情不好 扎成后来其他的一些事情 这个都说不清楚了 实际上对我们造成哪些损失呢 经济损失 心情 精神上的损失 那我们去世以后 我家里顶梁住没有了 我父亲我父亲是51岁去世的 当时我20岁 我还有个弟弟 我弟弟在上 我弟弟还没上大学 第二年上了大学 还要去起诉 承担那个费用 就是当然输送有费用嘛 承担输送的费用 所以那一 本来我妈是头发都没有摆的 身体壮的还好 那一下子 这个一年多以后 马上就身体状态就差了非常多非常多 好像一下子就老了十岁 而且因为我父亲去世嘛 这块收入没有了 我那刚刚工作 其实就只能管管自己 弟弟要上大学 我妈妈又 我妈妈是做裁缝的嘛 又重新到厂里去做 早上每天七点半去 做到晚上 十一二点才回来 当时我外婆还在 外婆是第二年去世的 外婆还在 还有我奶奶也还在 我们是跟外婆住在一起的 所以弟弟们十八岁 后来上到大学 所以对我们家庭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那么对我呢 实际上 对我的心灵的影响也是比较大 我认为那经过这个事情 我就认识到了中国没有法令嘛 我是确实体会到了嘛 没有法令嘛 当时有没有想 对那个当事人那边 有没有想采用什么极端的手段 其实这么多年以来 我一直都想过很多次 有时候我就躺在床上想想 我怎么样去收拾她呢 用什么手段呢 比如说 我把她抓出来 把她腿打扯啊 我们不是她摔伤 我们不是批杖切除了吗 我把她批杖也给她打了算了 或者给她抓出来 这个给她浇伤大缝 给她绑到广场上 我倒没有说把她杀死 这个倒没有想过 因为毕竟不一样 她不是说我父亲死亡 是虽然摔伤是摔伤 是由于他们的摔伤 没有给我们赔 但是她毕竟不是把我杀了 直接杀了 这个我能分清楚 但是很多事情 我换一个角度想 如果说她好好的把我们赔偿赔来 我父亲心情好一点 也许不会死 对不对 这个都很难说 那碰到如果极端的人 那我能够死 反正我也找你死 我杀一个跟杀三个 有什么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以命抵命的话 也不算合算 因为那是坏人 一个好人换一个坏人 好像是不算合算 你要是张柯柯这个情报老人 都被张柯 其实我不理解她为什么自首 特审兵 他把这个投报了 就跑掉就完了吗 那中国那肯定是跑不掉的嘛 肯定是跑不掉的嘛 对 对这就是不合算嘛 对啊 挺亏的 对啊 我在想这个 所以我非常理解张柯柯这种心理 这对她的 这些事对她的心理影响肯定是非常大的 就是我可以从自己的经历 自己的体会去 这些事情对我 我们碰到事情 你射身处地 假如是你碰到事情怎么办 法院没有办法了 那你要去 你有什么能力去 去为自己伸张正义 伸张正义 那只有用这种办法嘛 我甚至不瞒你说 我甚至想过 我来美国以前 我都想过 是不是考虑过啊 是不是去把这个 这个这个债券了了一下 至少 至少 这个这个 有一个说法找她 后来想想 她就算了 因为我有家 我成家了 有小孩了 对不对 如果我也是没有成家 没有小孩 如果我偏激一点的话 那说不定 也是很有可能的了 很有可能的了 当然现在已经 这个事情已经过去 这么多年了 怎么说呢 这虽然有伤害 但是时间总能慢慢 抹去一些 好像灰尘 把这个伤盖住一样 但是因为张扣扣 这些事情 出来以后 这个我们 大家都看到了嘛 我跟我妈在讨论 说我们实际上 我们家的这些事情 这些性质 跟张扣扣扣是一模一样的 虽然我们不是杀人 但是在法院上判决 判法上面 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性质是一样的 也是妄法 他也是 能打代表 法院的关系 肯定非常好啊 当时还有一个细节 当时我们 在这个 我们是卫山政府法院嘛 他不受理 这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是孰递嘛 我们孰递他不受理 结果我们到东阳市法院 东阳市法院 东阳市法院判决居然拖了五个月 判决出来我们败诉以后 有人跟我们说 那东阳可能比较黑 你们到金华去诉 金华 他们说金华不会是这样 后来 我们知道 后来判决出来 我们也是败诉嘛 当然很多事情是我们后来知道的 他们说 我们也找了一些亲友嘛 有些信息告诉我们 法院系统 它有一个考核体制 上面的如果把下面的否决了 会影响到下面的考核 所以一般来说 他们都是 除非重大的事情 一般来说 上面下面都是 事先都是沟通过的 不会轻易的去 去改判这个东西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形式 很多东西都是形式 其实张科后这个问题 主要还是说 这个后果 还是 就是你这个 他们家人被杀了 之后 法院有个公正的判决 不会出这种悲剧 对吧 对啊 其实现在很多 其实 包括现在很多北京法 本来是个小的事情 然后他就是 一直不解决 不解决 搞的就是 要不就是法民被折送死 是吧 个别的法民 可能也用极端手段去报 其实像杨家也算 对对 我们现在 看到的都是事情 爆发出来的 就比如说张科后 张科后如果不去杀 那这事情也就埋没在历史里面了 就像我的事情 我如果不讲出来 那这个事也是埋没在历史的程度里面 就没有人知道了 我张科后就杀完以后 如果没人发在网上 也可能就买过了 是吧 以前发这种事很多 计划生意 对对 有计划生意 生了就是 那个 甚至书 带着人去把那个 人被折扫 对 报复的也很多 对 所以这个在这种 当然当时我那个时候不懂 我没有去想这个是社会的问题 那是司法体系的问题 当然我用现在的这个论识 思维去理解就很容易理解了 那这个就整个中国整个司法体系是有问题的 对不对 没有公正 没有法律的 其实是一个家人的伤害 对 所以这个伤害我是确身体会 正常的都是家人都会是吧 这种亲情 然后得不到公正的话 就会发生 就想这个 不叫报复吧 对 自己找公正 这个像这样的情况 我相信不公是很多的 因为在一个这个权钱交易 只认这个利益 不论 不论 只认利益 不论公正的这样一个司法体系里面 不公正应该是非常多的 但是真正有 能够就是 有胆子用自己 靠自己去复仇的人 毕竟是少数 毕竟是少数 大部分人还是没有 所以 那如果这个事就是比方这个 你的经历和张扑扑这种经历 就这种事件发生 你给这个将来有类似经历的人 这个 你认为应该采取什么的手段呢 我认为这是自己的权利 如果我是张扑扑 我还得 假如啊 假如我是 射程处的是张扑扑 我还得把法院这几个人也收出来 对 对 他们实际上是 他们事情是 他们其实是同案犯啊 他们妄法 你在这个位置上妄法干什么 你是做什么呢 你肯定收了钱嘛 对不对 就对他的伤害还有法院的人嘛 那体系 你没有办法找体系复仇 那只有找当事人复仇嘛 这体系里面的那个人嘛 我说是假如啊 假如我去找这个对方这个叶规方复仇 我肯定把法院的我也得收出来 嗯 肯定 当然现在几乎不太可能了 我已经到美国了 除非我哪天回去 这个事情 我们这事情还是没有解决嘛 他还是在嘛 这个事情还是这样嘛 还是没给我们公正的嘛 那个当事人现在是干什么呢 当事人 后来听我母亲讲 我母亲大老很关注啊 这个人是仇人了 也没有办法 后来他呢去承包工程 给骗了 说什么 败了一塌糊涂 他现在呢破产了 破产了 有一次我母亲说 在街上碰到他 问他 反正都是用一种草粉的口吻去问他嘛 然后躲着走了 也可能忘了 他们不记得我 他不记得我母亲 因为他出庭都不用自己来代理律师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案子的话呢 是经济案子 那个时候 我们刚才说张扣扣扣 说这个我自己家里的 从张扣扣扣的事情 联想到自己家里的经过 那个时候是22年以前 我是20岁 今年我43岁了 我是70年生的 我是43岁了 那过了这么多年 中国的法治有没有在进步呢 我在看 也是我自己的经历 包括我看到的 我认为还是没有进步 因为现在的一些强财啊 其实到处都是 其实我家里也经历过 在90年代 我家里也经历过那个财迁 当然不是强财 那个是叫逼财 我在写一本自传 算自传嘛 我在写一本自传 我会把自己的一些经历都写上去 法治呢 我自己体验的 现在有没有法治呢 我认为也没有 我自己后来做施工承包 因为我是学建筑专业的 我在辽宁省 有一个经济借贷的案子 我借给人家两百万本金 没有还回来 三年了 当我诉到法院判决三年了 财产有查封 但是突然不给我执行 不给我执行 辽宁省和法院 我已经能用的办法 我都已经用尽了 到现在还没有 现在本息的是三百万 因为这三百万 其实对我们来说 我们也是 我们家里人需要生活的 我当时为了还这个钱 没有办法 因为是银行贷款周转的 我把家里老家房子都卖了 去还的贷款 所以实在没办法 你们如果再不给我处理的话 那我也只好公之于重 那是哪年的事情 就没有几年 今年18吗 16年 15年的我递交的树账 15年的 1617 今年18年 直行一下 15年11月份 我是判决是15年11月份 是开始生效的一个调解 因为调解书呢 它是终审 判决书呢 你可以 可以这个起诉 可以就是说 是申诉是不是 判决书 调解书呢 是生效以后 不可以这个反诉的 调解书生效以后 就是终审判决 所以15年11月份 会生效的 财富是查封了以后 到现在已经是第三年了 161718 财产是被法院查封 但是 对方的财产嘛 那执行 我是在全能吗 他不是自动去执行 是已经查封了 自动的原因 你不就完了吗 查封要拍卖的 他不拍卖 拍卖这程序 就拖在那里了 对 责心局拍卖 他为什么拖呢 这就不清楚了 这拖罕对他们也没好处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肯定是有原因的嘛 对方呢是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总 房地产公司的老总 所以他有财产 就是赖账是吧 对 经济上 反正有债务问题的人 肯定是经济上 他直接的现金上面是产生问题的 但是他的财产有嘛 有房产嘛 我房产给他查封了嘛 所以大家这个事情是 这个是另外的一个案子 以后在 在哪个法院卡住 辽宁审核法院 审核区 审核区法院 对 所以我从20年前 我自己父亲的这个案子 亲身经历 到20年以后 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我认为中国还是没有法治 还是没有法治 所以说习近平在说依法治国 我觉得 当然依法治国是大家的希望 每一个老百姓的希望 每一个这个 你来的是17年来的是吧 对 16年 16年吗 就是你关注12年到16年 这段中国的法治 你觉得是在进步还是到底 我在网络上也 都在网络上关注很多 那么其实从最近 这两三年以来 是在 那当然是在退步了 法治和人权都是在退步了 因为709的案子到今天都没有 完全到今天都没有给放出来